大正南宮廟門口有放這個熱誠像人臉測溫系統 下面有最近通行人次 就算你是高溫警報也是一目了然 警官署29號記者會上說疫情升溫 宗教相關活動防疫升級 4月8號就是大甲媽祖起假 要求參加信仲要有3G疫苗證明 我要去一天而已 一天喔 你有聽說現在要煮3G疫苗嗎 有煮了要打了 你煮好了 對啊 今天要拿來辦 要換卡 實際走一趟正南宮有信仲已經打滿3G 準備10天後遶境活動 還沒打的則是到附近診所報導 你會一起的嗎 對 洪先生從事殯葬業 跟朋友要參加5天遶境活動 30號一早就來打第三G 因為要去遶境 去遶境 那預計去幾天 5天去5天 你們同團的還有多少人 是因為遶境才有大概多少 大概5、6個 對 那你是今天來有的是明 有的明天後天才會來 信仲為了遶境不嫌麻煩 診所說要求3G 消息一出 來打疫苗的人 最多來到40幾個 急報診間 大家遶境嘛 還蠻多人一直打電話過來說要是打疫苗 這樣 就有變得比較容易 對對對 至少三成以上 針對遶境多點需求 正南宮回應 參加信仲有打第三G的 會發相關證明識別 另外沿途經過的宮廟或周邊團體 這幾天會一一告知 請他們配合中央防疫指示 TVBS新聞千禦君 許又翔SNG小組 台中三場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